朋友小咖 欢迎收看本期小咖解说 空头眨眼之汽车驱动 今天这期视频将为大家揭秘一个超级冷门的知识 那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载具的发动机在哪 现在请各位看官留言 认为载具发动机在车头的请扣1 认为载具发动机在车尾的请扣2 不准偷开后面哦 我看看有多少人能猜对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小咖今天打算偷懒一波 直接来到了防空洞 毕竟对于一个男孩患者来说 开门的动作 那都是非常让人头痛的 不过闲闪的生活总是会被一些不术之客打乱 这不我队友就发出警报 说是有敌人混进来了 我瞅了瞅手上的散弹枪 不懈的微笑挂上了脸庞 嘲嘲的脚步让我叙事待发 一枪贴脸我看着头疼 警惕的我先是观察了一下四周 最后才完成让人舒爽的一击 从防空洞出来以后 就正式开始了今天的故事 开局一空头吃鸡不用愁 这句话可都是老祖宗们总结出来的智力名言 而我对此也深信不疑 这不第一个空头 哪怕距离我十万八千里 我也未曾放弃 可是我 你就给我看这个 好吧 我成了我此刻的心情有些烦躁 但是四周也找不到敌人 是能拿机器人发泄一下 但是小卡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个空头 我还就不信了 有人比我快 我要把整个空头都运回家 谁都不要阻止我 我看看 AOG三级甲 可以 如果说追空头是一门艺术 那么强空头 停的就全是手术了 突然感觉此处有阴风有动 咱们还是赶快离去 呃 我突然发现开不动了 是空头太重了 不 是因为这把车是前置驱动的 也就是说发动机在前面 没办法了 我只能献祭出我的手雷 希望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咱们撤吧 今天的战场不属于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今天特别不顺 就在小卡将要离去之际 一个空头 又砸在了她的脸上 如果说打脸分档次的话 此刻的她已经无地之容了 她是小卡 她表示没脸录下去了 咱们下期见吧 等一下同学们 今天今天的家庭作业还没布置呢